一年三日的資訊科技週下午開幕 有學生認為參加的過程中 可以擴闊視野有助改善自己的設計思路 資訊科技週揭幕 同政長官何口華主持儀式 之後進入展館參觀 今次有不少學校參展 很多學生都爭相向何口華介紹自己的作品 有部份學生很關心澳門的交通制心問題 於是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製作了這個中央交通管理系統 用Network和GPS系統就可以控制 舊車的紅燈就可以快點走過去 紅燈會直接變綠燈 有學生說透過參展 從中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始終都是設計方面 還有整樣的方面 我始終都沒有人家那麼漂亮 人家那些是整得很漂亮 經常是實在實用價值很好 有些做得很漂亮 出到來有不同的學校 學生自然可以對比一下我們學校 學生自己的作品 還有一些作品的一個對比 這樣亦都會擴闊它的眼界 資訊科技州已經連續第七年舉辦 今年共有118個展位 參展的單位分別來自學界